科技越來越進步 鐵牌建造的材料也不斷煩心 像這種用塑加工大造的準備 就比傳統的鐵牌容易建造 各方面的光靈性也比較強 所謂講起來就是要做得比較快 要算料在傳比較方便 要比較的是 所謂復度也比較好 輕身也比較輕 海洋貝殼的主要越來越少 加上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 讓傳統的貝殼漸漸越來越 年代大造準備的基礎也漸漸越來越越越 年輕人就怕苦 怕老 總統肥的就不愛做 不愛做的原因就是 這個工作不是我們在辦的工廳的時候 很多工作 因為這個問題已經叫做不斷煩 你如果不讓人知道 讓一些人知道的 讓一些雁蛋知道的 到後來就要沒落去 很不猜 因為傳統的農魚 跟鄉事工相辛苦 昨天有邀請 當時關懷農魚川發展的 全家前來上課 希望透過兩天的現實口堂 讓參加的學員 中心認識自己的魚川環境 並且收口轉向路由觀光 所以我們試著開始想 在地方上用一個他們傳統的記憶 然後去創造一些新的 那麼傳統漁業中可以發展出 觀光或是休閒這方面的東西 中心魚鴨的人口是越來越少 魚鴨很久沒有辦理心 准入港的坐天儀聖 這處主辦單位準備肉質 紅鴨過重獎品 中心釣魚鴨到 以及萬載離開 討論一個好決定 以前的這個 魚鴨的辛苦的這個計程 今天來重新做來 讓全生的人 還是年輕的 讓他有一個 讓生法說 以前人辛苦的怎麼來 經過這處的九學體驗 讓參與的學員 了解遠海魚鴨的生活以及文化 記者歡迎觀察方報道